臺灣網球女雙一姐 謝淑薇與二十歲星星曹家儀 首輪面對羅馬尼亞組合 齊開得勝 晉級十六場 次輪本來要對決烏克蘭第七種子隊伍 全英對手賽前退賽 讓他們直接晉級八強 等同連場兩關 有望締造最佳戰績 而另一頭 專家姐妹場外開心跟粉絲合影 無論臺灣人 法國人統統來者不拒 展現滿滿熱情 其實他們才剛打完比賽 但最終不敵上屆東奧金牌選手 直落二 止步三十二強 我覺得其實我們一下場 其實就那個比賽的黏著度 就非常的高 其實我覺得這是給對手 相當大的一個壓力 談到比賽 從一開始對手發球局 逼出七個破發點卻沒能破發 到第一盤後段跨第二盤連丟九局 可惜最終專家姐妹以四比六 零比六囤敗 我們很久沒有一起比賽 一起搭配 然後其實今天雖然對手表現得很好 但其實增上球 其實我們兩個打得也很好 然後我們也都很享受在這個球場上 這有可能是我們中華隊 最後一次合體了 覺得其實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盡了全力 然後也都沒有遺憾 賽前詹友仁曾喊出 本屆奧運是他生涯最後一五 賽後坦也沒留下遺憾 那增上球場已經非常幸福 三地新聞生外儀羅佩玉王晨文李文宇法國巴黎採訪報導 我們下期見了